哈喽大家好我是方亮衣小伙 欢迎来到我2019年的第一个视频 那本期视频的内容呢 就是我近期买的一些新品 那其实没有很多了就是四个而已 贫穷使我理智 好那就开始 我的分享吧 一定要先维护我们的虚假解闭情号 好那首先呢就是来自过宫淘宝 新出的彩妆产品 相信前几天你们的首页已经被 各种开箱视频 开箱分享给席卷了吧 而我是全网最后一个分享吧 应该是而且我只买了两个 略显寒酸 我这种非洲人体质啊 就是我的首期特别的臭 就是抢东西的时候绝对是抢不过人家的 我是比较喜欢这个云鹤系列嘛 它是有云鹤系列是有三样东西 到了结账的时候呢 我只买到了它的腮红和它的口红 眼影盘呢是没有抢到的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富工云鹤口红 这个外盒包装呢非常的有质感 你看这个上面是烫金的 我把这个盖子一打开 然后就看 拿到里面的这个口红本身的话呢 就是一种 就是很强的塑料感啊 你看这个祥云咯 它是那种透明的塑料的 这个口红的外壳 我真的觉得它就是39块钱有包油的那种 这个质感真的是让人有点失望 我现在来涂一下吧 口红的膏体上有祥云的设计 不过我涂个两次之后呢 这个祥云就不见了 我事先涂了润唇膏 所以上嘴还是挺顺滑的 在手臂上试色呢 就有一点色色的了 所以在涂之前 大家还是先涂好润唇膏吧 这个颜色呢 还是非常好看的 是一个很正宫娘娘的红棕色 涂上之后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有气场 易卸程度 两张化妆棉可以把它卸干净 那接下来就是这个 云鹤腮红 它的外盒呢 也是这种比较有质感的外盒 打开里面 它有一个这种黑色的小绒布 也显得比较的有档次吧 这个外包装 我觉得比刚刚的那个口红的呢 要显得有质感一丢丢 打开里面 这个腮红 它的表面上呢 也有一个鲜鹤的图案在上面 它的颜色就是一个 比较日常的一个橘色 粉质的话 还算是比较细腻的那一种 这个腮红它的显色程度呢 一般不是特别的显色 你看我这两边都是铺了三到四成之后的效果 这样呢就是一个比较日常元气的感觉嘛 不过这样的话对新手算是比较友好吧 就是你下重手的话呢 也不会显得红屁股一样 这两个产品 它们的价格每一个都是120 然后我觉得这120的价格里面呢 有80块钱是给故宫这个大IP和这个外盒的 至于这个产品本身的话呢 就是40块钱嘛 对我前面说了嘛 39块9包邮嘛 因为其实市面上像很多国货品牌 几十块钱的口红和腮红太多了 而且它们的质地也不差 甚至说非常好 可能是因为这是故宫第一次出彩妆吧 然后大家也都挺买账的 就是大部分人都是奔着他这个包装和他的那个故宫IP去的嘛 但是我觉得如果以后故宫还要再继续出彩妆的话 我觉得要走新一点嘛 可能有人就会说 哎呀那么认真干嘛 我把这个故宫的彩妆不就是奔着故宫这两个字去的嘛 难道你还真的每天会用它吗 你还指望它有多好用嘛 但是我觉得还是希望它能够越来越好吧 就在刚刚我视频快剪完的时候 我随手刷了一下微博 发现故宫淘宝他发了一条微博 他说这一次的彩妆产品将全线停产 好那接下来要分享的呢 就是我最近这两天才收到的特别适合年级的各种聚会呀年会呀 特别好看的唇釉和口红分享 说到正红色你的小脑袋里面第一个想到的口红唇膏或者唇釉是哪一支呢 一定有我接下来要讲的这两支 第一支就是卡拉泡泡的这个Ariba 一支火红红红的小辣椒 它涂抹起来非常的顺滑 覆盖力也非常的强 颜色呢也是非常的好看 我觉得这一支就是那种气场全开的红色吧 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它非常的干 所以你在涂它之前最好是涂润唇膏一定要涂润唇膏 它上嘴会有一点黏 就这样的时候会有一点 稍微有一点黏 这支我买回来是50块钱左右 我觉得这一支可以买 一些程度的话 我是用掉三张化妆棉才把它卸干净 那接下来的一支呢 就是雕牌狗狗狗 Dior的999 它也是一个很正的正红色 但是它的质地呢 是这种滋润的质地 在我嘴上显得好像有那么一点点发菊 我已经厚涂了三层了 这支它的质地也是相当的滋润 就是你没有涂润唇膏直接涂它的话 也是完全OK的 Ariba和这一支它的正红色呢 完全是不一样性格的 我觉得 Ariba的红是那种妖精 就是活不乱跳的正红色 然后这一支是那种温柔大方的正红色 它们两个完全人物个性不一样 2019年是猪年吧 有没有本命年的朋友 Dior99和Ariba你比较喜欢哪一支呢 在评论区告诉我 转评赞这个视频 我将抽出三位朋友 三位本命年的朋友 对你喜欢哪一支你就告诉我 然后我就涂着这一支 给你送去本命年的祝福 祝你本命年快乐 皮下很开心 你们先自己买好吧 等我以后有出息了 我再给你们买 好那本期视频就这样 我是方亮一小伙 我们下个视频